看起來比較模糊 而且色彩的飽和度不高 所以意思是說把色彩的飽和度降低 然後把它變模糊 至於要怎麼模糊呢 其實第一個啦 就是你可以用濾鏡裡面的所謂的模糊 模糊裡面常用的就是高濕模糊 這個高濕模糊其實有點像是你們 其實拍照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你要有那個緊身的效果 不知道各位說要緊身 如果你用那個乾眼相機長鏡頭的話 它會讓主體變得很清楚 讓背景變得相當模糊 就類似像那個緊身的效果 其實就類似像這種 你高濕模糊的話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 假設我把剛剛這個水管C貼過來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的背景跟它的前景 其實幾乎都一樣清楚 那如果一樣清楚的話 你的焦點可能就會被背景給干擾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用單眼相機拍出來 那個人清晰 而且那個效果感覺更好 人更漂亮 為什麼 因為你的焦點都會放在人上面 而不是在背景上面 所以我們理論上應該把背景給模糊掉 可是背景要怎麼模糊掉 一 我先把這個圖層先關掉 背景部分 請你用濾鏡 裡面的模糊 模糊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高濕模糊 強度的話 當然你不能太強 太強的話 幾乎都霧掉了 太弱的話 感覺沒那個效果 所以大概我調的強度大概6左右吧 大概是一個大概的值 至於說 是不是完全就是剛好6了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參考一下完成檔 按確定 你會發現背景就模糊掉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把主體放進去 你會發現人就特別的清楚 這個差蠻多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攝影 大概就知道 怎麼樣可以創造這種景深變淺的效果 其實就是要大光圈 光圈如果加大的話 背景就模糊掉了 主體就變清楚了 再來我們把主體再顯示出來 那你會發現你的膠點就會比較大的部分就放在水管上面 OK 所以第一個 但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 他說除了變模糊之外 還需要把它的顏色 好像變得有點接近黑白 但是又不是完全黑白 就是把它的色相降低 色彩的飽和度 那怎麼樣降低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影像裡面有什麼 調整 調整裡面有比較 這個 色相跟飽和度 那我就把飽和度怎麼樣 稍微降低一點點 那降低多少才剛好呢 差不多啦 我大概調一下 我取個整數 大概差不多-60左右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飽和度有沒有把它降低到-60左右 其實就有點很暗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到暗 也不是黑白 但是整個色相這邊很降低 主要原因感覺有點像冬天 或者秋天的感覺 有點蒼蒼 有點淒涼 有沒有 OK 就那個氣氛出現 OK 那一樣把這個水管叫出來 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是背景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Water 這邊有個塗層叫Water 讓它跑出來 實際上它要我們做什麼 其實它這邊就是把這個Water 這個圖層上面它故意 已經在這邊加了一點 那我要創造出什麼呢 有那個流水的效果 那流水的效果怎麼做出來 特別注意喔 這邊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工具 在哪裡呢 在漸層的下面 有一個叫什麼 指尖工具 所以你等一下可能要點注不要放 找到最下面這個指尖工具 那顧名思義喔 就是說它那個尖尖的地方 可以往下抹一下 然後呢 原來這個圖就會有點像糊掉的感覺 原來試一下 可是呢 你這個上面喔 指尖部分的話 可能要設定筆刷 因為它預設的筆刷太小 你這樣刷 感覺 另外一個 你要把圖層先擺在這裡 然後刷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哇 這樣好像有點太弱了喔 你這樣刷刷到什麼時候才可以 像畫面上看到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筆刷的那個直徑有沒有 把它拉大 但是你也不能太大 像七十八十喔 八十的話這樣子有沒有 好像蠻快的齁 不過好像太大了齁 這個水有點跑得太多了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縮到大概四十吧 然後呢 最好是能夠接近 跟這邊差不多啦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好像還有那個 小小的 那小小的分岔的感覺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比刷 再縮小一點點 有沒有 然後再去刷 不過不好刷 有沒有 這個分岔的感覺 很麻 不太容易的齁 這個我想自己再試一下 好我們就利用所謂的什麼 這個地方 指尖工具 然後把它的筆刷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調越大 大概八十的話是最大 盡量不要超過八十 然後再慢慢縮小 變四十變二十 慢慢去刷 OK齁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那個 有關水管的水流的這個效果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複製過來 這個圖層衣怎麼樣 把他的寬跟高都縮小成百分之六十 然後不透明度呢 調整為百分之六十五 OK 這個地方怎麼做 這邊有個圖層 圖層一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圖層再複製一個 怎麼樣複製呢 按右鍵 複製圖層 那這個叫圖層 圖層二好了 一個圖層一 一個圖層二 按確定 因為題目沒有說要 什麼樣的名稱 那因為他在背後 所以把圖層二 拉到下面 並且把這個圖層二怎麼樣 做縮 先不要說 因為等一下會碰不到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Ctrl T 他說先什麼 縮小百分之六十 所以鎖定他的寬高比 這個一定要鎖 把這個地方改成六十 好它變小了 OK齁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圖層拉到後面 因為它這個要打過一下 把這個圖層拉到後面 拉到它的下一層 然後把這個圖層 把它拉到哪裡 拉到這邊 大概位置我看一下 大概在這裡 OK 好 然後並且把它變成半透明狀態 那怎麼樣變半透明 最關鍵的地方 因為它現在沒有透明 如果你要把它變透明的話 請你找到不透明 如果百分之一百呢 表示完全看不到 如果你要變成完全看不到的話 就零 有沒有 零就看不到了 那如果你要中間的話 就50 有沒有 那你要六 這個題目是65 所以我把它調到65 這樣就OK了 那就完成 我們要半透明狀 不過 這個地方還好是水管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而且又穿白色衣服的話 那就會很恐怖了 如果背景又是配合那個 黑色暗暗的色調的話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這個 最後就把這個地方存檔 存檔的名稱就是 這個106A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今天呢 我們一次就練習了 總共有四個練習檔 今天其實做的練習還算是比較多一點點 104A 104變化題 還有 4×6的身分證 就身分證 的那個 這個圖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106A 所以 請各位就是把這幾個練習做完 然後分別上傳